全国二级警戒要延长到8月23号 今年花莲赤柯山60时13的金针花季交通管制时间 也延后半个月到14号才开始 人流降载四成 两大金针山同时间最多可以容纳2000人 今年花季从7号起到10月14号 交通管制时段则是从8月14号到9月21号 晚间上午7点半到下午5点 比往年的8月1号开始慢了半个月 因应二级防疫上山游客必须采取十连制 游客人数降载 往年每天平均游客数大约有5000人 今年降载至四成之后 同一时间人流总量管制是2000人 平日的话是2000人 那假日的话是5000人 那游客只要上山的时候呢 就会进行人流管制 其中赤客山管制出入口都在高辽的松村农庄 六十十山上山管制站位在东复禅寺 六十十山下山的路线 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路起点到东里村出口 虽然降至两级但还是会要求严格防疫作为 店家都会做一个十连制的QR Code 那如果没有QR Code的 那请你要入店消费要进行登记的动作 那店家也会准备酒精 然后让游客做消毒的工作 花季交管期间赤客山六十十山道路禁止 甲乙类大客车上山 只开放9人坐以下自小客车机车大型重机等通行 由于往东里方向产业道路比较陡峭 花季期间包括一般重型机车大型重机 禁止从东里村方向下山 警方也将加强在红线区取缔违规停车 记者高双双玉里副理采访报道